来看到台湾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宣布两岸直航航线禁令 以及旅客来台转机禁令都将延长执行 为了维护国内的防疫安全 解禁的时间要看疫情的状况来决定 要宣布就是说 我们延长实施 先说两岸直航的航线 及旅客来台转机的禁令 那继续就延长 另外为了因应防疫需求 劳动部公告4月21号临时起 暂停收住集中检疫移工两周 遭新北市反应是变相的冻结移工入境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如果雇主能够提供外籍移工 一人一室的检疫处所 还是可以申请移工入境